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屏東榮民總醫院耳鼻喉科的張耿民醫師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過敏性鼻炎 過敏性鼻炎常見的症狀就是會有鼻塞流鼻水 那有些人會打噴嚏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他常常喉嚨卡卡的 會有鼻涕倒流的狀況 那類似像這樣的症狀 其實常常都是因為過敏性鼻炎造成的 那這些病人呢 其實他如果可以透過藥物來控制 就不一定需要手術處理 所以我們會建議這類的病人 其實他來到我們 可以先來我們門診做評估 那如果我們通常的治療是用鼻噴劑 類固醇的鼻噴劑 那每天只要噴一次 一次兩個鼻孔割按兩下 那一罐可以噴一個月 症狀比較嚴重的時候再搭配一些口服藥 如果長期這樣噴鼻子 就可以控制住 其實就不需要開刀處理 那外面常常會賣像 歐字鼻等等 讓鼻腔黏膜快速收縮的藥物 當然在鼻塞很嚴重的時候是可以噴 但我們不建議他長期使用 那因為那些藥物如果是快速 塑效型的如果長期使用的話 他藥物不用了以後 反而鼻腔會更腫脹 黏膜會反彈的更腫脹 那就不適合這樣的治療 所以我們會建議如果長期有鼻塞 甚至有流鼻水的狀況的病人 其實可以來到屏東龍腫來做檢查 那去區分說你到底是過敏性鼻炎還是感冒 還是說是慢性鼻鬥炎的狀況 那我們再給你適當的治療 那屏東龍腫關心你